在白转,高云翔案件在天猛亮,传承西律师主动骑马上位。 高云翔案件至今还是没有确定最后的结果,但是依旧是广大网友关心的这点话题。 虽然这起案件已经开庭五次了,但是澳洲法院还是没有确定罪名成立与否,其实在之前的五次庭审中,大部分都是警方与三名当事人,递交上最新的案件证据。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,也不要嫌弃案件审理的坦诚,因为毕竟是跨过案件,要有耐心,伴随着案件的不断调查进行,也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抱怨啊。 如今看来网络上关于暗线的种种传闻,都似乎对高云翔很有利,尽管这些消息都是网友们捕风捉影的传言,但是却并非空学来风。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,就是这几天前两名出租车司机的证词的曝光,两个证词都在指向张希自愿的可能性非常之大。 首先第一位司机是送三个人去KTV聚会的,司机说道自己看见张希让男人摸大腿,这是属于什么呢? 这就是赤裸裸的挑逗行为。 另一名司机是送张希案发之后离开酒店的。 司机表示张希的情绪并没有什么异常,要知道张希是一个经历了性侵的人,怎么可能情绪一点变化没有呢? 如果司机的话属实,那么张希肯定是存在最主动并且自愿的行为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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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